嗯 最伟大的爱 一 当修行者体会自己与众生不断地遭受轮回苦 进而了解到一切有情与己有恩时 对众生就会格外关爱 二 经过无数次休息菩提心 渐渐开展自己细于有情的心念心量 若是认得成就 就会如同珍惜自己般去爱护其他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 三 此时行者就会觉得自己受苦也不在乎 一切物质快乐幸福都可以奉献给众生 心向素爱相随 一 这世上最大的恩惠是来自赏失父母 我们自然地希望消除他们的病毒 增长他们的寿命 这念恩报恩是爱的表现 二 但是消除病苦 增长寿命最好的方式 就是吃素回向 然而一天一星期一个月是不够的 可以的话 要为我们所关爱的父母 师长 甚至是一切终生 发愿一生如素 三 我们要深思 一旦发愿之后 就要好好的持手 发愿爱的元素 有一种爱 不会使我们受苦 也不会使我们所爱的人受苦 这种爱有一点难懂 也要费心去学习 它就是由四个元素所组成 此美 四个元素 四个元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 方才能将诸山长老 法师的开示 以及南传 汉传 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 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 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 听闻正法 共取正觉 未令如来卑至法水 长流不绝 滋养大地 有情菩提心田 尤其为使海淘法师 慈悲智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 诸如弘法 护僧 慈善 放身 以及印证经典 免费素食等慈悲智业 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 无尽传扬 比翼大众 静腰十方大德 八心护持 共相圣举 以让生命电视台 长须诸佛愿心 继续推动如来法轮 往立终身 顾持请恰各地中心 道场 讲堂 书房 过恰 03 989 8686 跨破账号1996 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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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妙法老法师在1994年到大陆普陀山的普济寺 那这位老和尚有神通 结果普济寺门门口的大龙树大树的树神就跪下来 跟妙法老法师跪下来 他说法师啊 请你跟我讲一讲心经啊 有一句话我听不懂 无苦极灭道 下面意思 无苦极灭道 然后老法师就问这位树神 你在哪里听心经了 他说现在宣化上人正在讲啊 宣化上人正在美国讲心经 然后他在普陀山就听到了 所以老法师就问这树神 宣化上人在美国讲哪里听得到 这位树神说 整个虚空都听得到 所以妙法老法师在那里才说 哦 这个宣化上人不是一般的人 所以各位这个很重要 经典说一个人如果发心正确 身口一清净 念阿弥陀佛 你在这边念阿弥陀佛 美国的众生也听得到 这一点一定要有信心 而且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祖先也听得到 旁边的地基柱啊 这些鬼都听得到 也会跟着念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 最重要是心灵的力量 这个世界最大的力量 就是我们的心态 如果你的心很虔诚 很有信心 我在这边念阿弥陀佛 我在这边念大悲咒 那个力量就很大 你念大悲咒 天上都会出彩虹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变了 念得很好 外面的世界就跟着你变 所以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 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力量 可以去圆满 你什么都不会 你就光会念阿弥陀佛 或是你光会念心经 都可以让世界听得到 所以妙法老法师 特别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要我们告诉我们 你看 宣化上的美国讲心经 发心 我们中国数神都听得到 将来利益众生 所以老和尚说 一个人如果很专心 认真 来归依阿弥陀佛 相信阿弥陀佛 念佛 就可以号召其他的众生 也跟你一起归依阿弥陀佛 他们相信了阿弥陀佛 他们就超度了 重点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热忱 就会跟佛感应 那个时候佛的光 所以各位每次进到佛堂 都要观想 乎的光 就会你的心哭这样 不但就会烈心哭 你也要这样想 我进来大殿 有五百个人 所以佛的光 就照五百个人 你心里要这样想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光照五百个人 你发起这个心 你有这个信心跟慈悲心 佛的力量 就透过你就可以展现出来 那那个时候 你就会很快乐 活着真有意义 可以帮助别人 可以利益别人 所以而且那个时候 这个光一照到别人 大家都可以消业 特别各位在印尼 我们华人 也可以接近佛法 印尼人没有 所以各位每天 你念阿弥陀佛 念大悲咒 念六字大明咒 都可以 你要观想那个光 照着所有印尼的人 照着所有那些动物 你要这样想 你看你看新闻 看到哪一个国家有灾难 你就在那边念阿弥陀佛 念大悲咒 那个光 你的心 你的念头 你的念头到什么地方 功德就到什么地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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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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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